大家好,欢迎来到如远行者 今天的视频开始前先做两个更新 第一个更新就是我终于收到1200的补助金了 和国税局网站上显示的时间一模一样 所以说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下 大家如果查到国税局网站上 在哪一天给您进行银行转账 基本上就是那天到 因为今天是4月30号 我今天早上一醒就收到了纾困金 如果说国税局这边是以支票的形式给您邮寄的话 大家这段时间一边要小心 因为市面上很多人收到了假支票 收到支票之后确认清楚是国税局的 然后再去对 如果不是千万不要去对话 这样子的话反而可能会有一些罚款啊 银行这里 所以说一定要看清楚 第二个好消息呢 就是我终于收到我的 EDD失业补助金申请的确认信了 没错我失业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天天有时间给大家录视频了 当时我在申请失业金的时候 正好是遇上了EDD这边的网站 崩溃我每次在填写的时候都点击下一步 系统就会说无连接网页瘫痪 一直试了两天48个小时 在白天的时候每个小时去试 最后终于把我的资料填清楚了 然后就收到了这封信 是过了十天之后收到的 因为我是四月十九号开始休假的 然后到现在为止才收到这个确认信 这个确认信收到了之后 还是要有一系列的操作的通过这个信上面 什么给你一个确认码 怎么查呀 他让今天就干 但是我看了下没有看懂 所以说我是想在今天的视频录完了之后 然后在网上进行操作 同时把我的这个操作过程也记录下来 分享出来看看其他小伙伴 有没有遇到同样的问题 因为这个EDD网站申请这些东西 好像也不太容易 可能我比较笨 也是在上面容易迷路 好了 这就是我要更新的两个消息了 今天我们要聊的还是一个刺激经济的法案 也只是一个提案 在提案当中还没有进行讨论 还没有进行投票 有关房屋租金和房屋贷款的一个法案 英文呢 全名就叫Rent and Mortgage Cancellation Act 在说这个法案之前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我这个频道现在每天更新一些 美国刺激经济法案或者提案的内容 并不是为了说我去发表我个人的看法 我只是觉得所有的这些法案的提出 都是对我们生活在美国的老百姓 都是或多或少有一些影响的 不管是好的影响还是不好的影响 法案的提出 如果说确认了呢 那肯定就和我们息息相关了 比如说之前说的这个1200的纾困金 他们这边通过了 我们就能拿到钱 对我们老百姓是非常好的 之前我发布了一个视频 是美国的一个提案 Automatic Booster to Communities 给你发2000块钱 给你一张预付费的借记卡 然后每个月再给你发一钱 大家听起来很荒谬 其实我也看了很荒谬 但是它就是确确实实的提案 那么这个提案呢 主要就是引入了数字美元的一个概念 而且一个提案 不管成功与否 其实有更多的好的先进的提案 就是在推动一个社会的进步 所以说我还是想继续分享一些 刺激经济法案的一些内容 同时呢 我会在视频底下的描述栏 把我会这边收到的这些提案的原文 原网址列出来 这样如果大家觉得我是在胡说八道的时候呢 就可以去看一下那个原文 那个原文是英文的 有些提案比较长 有些提案也是比较简单的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 我呢只是大概的翻译一下 让小伙伴们都互相知道一下 因为这些就是影响我们老百姓生活的一些事情 如果说你也对刺激经济法案或者提案感兴趣的话 欢迎你们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或者给我的频道点一个赞 你的每一个点赞呢 还有订阅都会加速我个人频道的成长 好了 我们说回这个这个提案 这个提案呢 目前还没有再进行讨论 也没有更没有再投票了 我们先从租客说起 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个租客 我是租房子的 租客呢 有一年的时间 在你主要租住的这个地址上面 不需要交房租 有一年的时间 可以不用交房租 原文用到了primary 那租客租房子怎么会租好几个 基本上如果说租一个 或者说你如果真的租了好几个 就是你最主要居住的那个地址上面 可以不用付房租一年 不会影响到你的信用记录 也不会有任何的罚款 我最主要关心的是 他这个是延期了呢 还是说不用付了 我看一下他说是不用再付了 也就是说给我免费了一年 这一年之后 我也不用再把这个钱补回来 那从租客的这个方面来讲呢 我当然是双手占纯 我很喜欢 下面来说一下房主 房主如果说你有房屋贷款 也是一样高达一年的时间 可以不用付房屋贷款 他也用到primary 也就是说如果你同时有好几个房产的话 在你的主要房产上面 可以有高达一年的免贷款 那么这个免贷款也是对你的信用记录 没有任何的影响 同时呢也不会给你增加利息 但是唯一没有提到的是 他这个一年之内免费了之后 我是把这个房屋贷款延期了呢 还是说我这一年的费用完全免掉了 这一点他并没有提 可能还需要再多再讨论 那相比这个的话 我觉得租客就划算 因为租客那个其实就是免费了 比如说你房屋贷款贷了20年 再还到第10年的时候 还剩下10年 那这10年呢是减去一年呢 还是说把这10年整体往后移一年 这个提案呢 总体的意思就是这样的 下面的这些内容呢 就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了 如果说这个房屋贷款 是给你往后推迟了一年的话 那其实房主这边基本上 除了给我一个延期的优惠 没有任何的利息 没有任何的罚款 不会影响我信用记录之外 在金钱方面 其实没有对我有什么帮助 而在租客这方面 优惠就很大了 其实就是一年免房租 我免费住一年 我现在看到这个法案 因为它还在更新 还在不断的完善它 那么目前面临的就是我想的问题 因为我刚才说的我是租客 所以说我肯定是一碗水端平的 我不会说向着租客说话 或者说向着房主说话 有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说我是房主 我这个房子是已经完全还完贷款了 没有任何贷款 同时呢 我现在这个房子里有租客 那这个政策就没有帮助到我 同时害到了我 因为你给租客免了一年的房租 我这边呢 没有贷款 提案里面并没有提到说 没有贷款的房子怎么办 或者说我租客住在这里免费这一年 这个钱谁付给房主 所以说如果说我是一个完全没有房贷的 靠房租吃饭的房主的话 那这个提案是不是有点太伤害到我了 我觉得任何一个凌驾到别人身上的优惠 可能都是不应该的吧 这现在是我的个人看法 当然国会这边还要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去完善它 然后再要投票 最终才能确认 我把链接放在底下 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 有一点点的长 大家如果说租金啊 还有说房屋贷款跟你息息相关呢 大家还是最好的阅读一下英文版的原文 不要相信任何一个翻译 有可能我在看的时候看漏了 可能会灭死掉一些很重要的信息 但是大概内容是这样的 好了 这个提案的分享就分享到这里了 大家喜欢我的话 记着点击订阅 然后打开小铃铛 每次我更新的时候 你就会收到提醒哦 现在我要做的就是 赶紧去研究我的失业金账号怎么办 如果我更新成功了 或者是我拿到钱了 我一定会再分享给大家 如果有其他失业的 也在等待失业金的小伙伴们 也欢迎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我们一起更新